台南美術館的殭屍展爆紅 開展第二天依舊是人潮不減 甚至比昨天還要多 有民眾一大早7點鐘 特地從台北南下 還有小朋友身上帶著平安符來看展 但由於昨天的人潮太多了 超過館內的容流人數 現場是三度停止售票 為了輸導人潮 館方在今天針對了動線 也做出了改善 殭屍展轟動全台 開展第二天依舊人潮不減 民眾在外頭排隊 轉了一個彎 但還是看不見鏡頭 大概是幾點來看 7點半 還是想要特地看什麼展 殭屍展 那個表情很像 真的像電視上那種殭屍 你們今天帶多少個小朋友來看展 就這三個 有給他們在網上先看過影片 很期待又很害怕 還有民眾穿著漢服 收爆維尼熊來看展 就是抱持著一個 來看藝術品的想法 維尼就是他想看展 我就帶他來 不過館內禁止特殊服裝 就是擔心民眾牌照逗留 影響動線 所以在進場前 被工作人員要求 先把服裝脫下 可能都會影響到 其他人的參觀的時間跟品質 所以我們暫時都是會禁止的 請大家期待 我們真的在規劃中了 之後特殊場我們會開放 然後讓大家參加 館場內不少家長帶著小孩來看展 還有小朋友把平安符帶在身上 南美館地獄特展開展第一天 人潮總計有六千八百六十一人 超過溶流上限 三度停止現場售票控制人潮 尤其大家幾乎都是衝著這三尊僵尸而來 H展間被擊爆 因此館方限制 每人只能看五分鐘 未來會是人潮狀況做時間調整 至於現場排隊動線也重新規劃 實體票券跟電子票券的這兩個路線分開 我們也簡化了一個電子票券的流程 通常他們要掃了QR Code之後 還要再換實體票券 印章的方式 然後讓他們可以直接通關 殭屍展爆紅 市長黃偉哲也建議可以延長展期 加開五夜廠 不過官方回應 考量人力和經費目前還沒規劃 未來會評估再做決定 就黃偉琪探討報導 隨著疫情趨緩 民眾疫苗接種率提升 再加上了7月 交通部即將要推出 旅遊振興方案 週末假期在屏東旅遊勝地 墾丁還有小琉球 飯店的訂房率提升 遊客連續兩週明顯的回流 不僅驗者直呼說 終於熬過來了 民眾也彷彿看到疫情的盡頭 登船孔湧現排隊人潮 疫情有減緩趨勢 加上民眾疫苗施打率提升 不少人趁著好天氣出門遊玩 小朋友戴上墨鏡全副武裝 跟著爸爸媽媽全家總動員 因為真的悶了好久 趁著週末假期出發前往小琉球 現在因為進入到暑假的旺季 人潮增加了 我們就我們公司來講 大概增加了快一倍以上 然後我們昨天加班了 四五班的船班 業者露出久違的笑容 也分享影片連兩天捕捉到 海豚童遊難得的畫面 另一頭墾丁沙灘邊 同樣出現人潮 穿上泳翼下水玩耍 車輛不斷湧進來 遊客回流 業者直呼超有感 同樣在東港華僑市場 也出現大批人潮 畢製海鮮裹上粉下鍋 字字作響 民眾接連排隊要一寶口福 有沒有感受到這兩天 人潮明顯有回流 有 有啊 就疫情大家比較不怕 人潮就會回流 生意跟游網差多少 生意喔 生意體溫差不多有三成 雙手停不下來 黯淡許久的生意 再度看見曙光 而隨著交通部7月 即將推出旅遊振興方案 令人期待 也讓民眾感覺彷彿看見疫情盡頭 記者蘇世偉 平常報導 花齡有民眾經過了七星潭附近 四八高地曼波園區的時候 看到一台白色的小客車 卡在離地一公尺高的花園園區裡頭 但是呢 那裡根本沒有路可以走 讓人好奇說 車主是怎麼開上去的 警方到場之後發現 車裡頭空無一人 事後巡線找到了車主還原過程 原來是車主的心情不好 想去七星潭散心 但是精神不濟 在過彎時失控 才會釀成這一起事故 一輛白色小客車車輪懸空 掛在離地約一公尺的邊坡上 路過民眾看傻 怎麼開上去的 事件發生在花蓮 從監視器畫面還原過程 可以看到白色車輛 高速沿華西路由南往北行駛 一個左轉彎四圍牆如霧霧 跋山倒數衝進四八高地 漫坡園區 眼見大事不妙 想繞出來圍牆又太高下不去 就這樣卡在草坡進退兩難 事故現場留下長長刹車痕 花草樹木遭受波及損毀 不過檢方到場時車內空無一人 尋先找到六十一歲正姓車主 疑問之下原來是他當時心情不好 想左轉上橋去七星潭看海 沒想到失控釀貨 正男坦承當時是他所駕駛 因精神不济且車速過快 才衝入漫坡圓區內 離開現場是怕無罩駕駛被開單 並非酒駕 正男肇事逃逸 無罩駕駛部分均自端取發 油門催到底想散心 但開錯路又疲勞駕駛 先散了荷包 記者綜合報導 台東知名的景點可能要消失了 有台版霍爾的移動城堡 支撐的台東小白屋 因為造型相當特殊 信了不少遊客慕名而來 但現在傳出 這一棟建築已經被賣出去了 很有可能面臨要被拆除的命運 坐落在台東的小白屋 整棟建築以廢棄材料打造而成 因吸睛造型被稱為台版霍爾的移動城堡 不少遊客都慕名而來 但這棟小白屋 可能將面臨被拆除的命運 不過生前小白屋到底怎麼來的 據了解這棟建築物 是位隨國軍來的李先生 在台南當兵後 跟著部隊到台東 之後就在海濱公園買地蓋房 除了水泥以外 其他建材都是廢物利用 五年前屋主過世後 這棟房子就賣給了台商河南王集團 由於小白屋及周邊土地屬於旅館用地 去年曾傳出集團找縣府洽詢開發 但後續因疫情緣故沒有下文 如今傳出小白屋被賣何時會被拆不得而知 但有議員建議希望將小白屋打造成文創空間保留台東人的回憶 九龍蝦庄船報導